拿到无线编程器,看下标签,确认型号,WiFi名称和WiFi密码 型号后缀补带-R2为现场版 本次演示以30FX3U的PLC和WiFi-FX无线编程器为例 把编程器插入PLC,电源红灯常亮表示功能正常 第一步,安装上位机软件 百度搜索爱莫逊进入官网,在工具软件里面下载上位机软件 解压后会看到里面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Win7以上系统安装,一个是XP系统安装 演示电脑系统是Win7,所以下载V6.0版本 安装好以后,会出现爱莫逊蓝色logo的图标 第二步,帮编程器配网,打开无线网络,台式机可以使用无线网卡 找到编程器上面的WiFi名称,输入编程器上的WiFi密码,配网成功 第三步,上位机配置,打开上位机软件,勾选线上版AP模式 选择您的PLC型号,启动本地服务器 创建虚拟串口 打开设备管理器看下端口,以生成虚拟串口,COM2 配置完成 第四步,通信 打开三菱编程软件进行通信 端口设置成虚拟串口,COM2进行通信 通信成功 第一步,编程器结界 拿到编程器后看下标签上的型号,后缀带R 说明是远程版编程器 这是编程器的WiFi名称,即密码 第二步,初次插上编程器 电源指示灯出厂默认快闪,即为远程模式 如需复位,将按钮长按5秒以上至指示灯闪烁频率变慢 拔掉编程器,重插指示灯变长亮,即复位成功 第三步,进入官网下载手机配网工具 安卓系统需下载安装iMotion助手APP 手机可直接进入官网下载安装 如果用电脑下载 解压后把后缀APK的文件发到手机上进行安装即可 安装完成后,同时开启手机定位和热点 一般手机有默认WiFi热点设置,也可手动修改 本次演示手机创建新的WiFi热点 名称123,密码1-8 配置成功 iOS系统不能使用iMotion助手 需要在AppStone里面下载ESP Touch 下载后同样的操作步骤 打开热点 App里面输入热点名称及密码连接 连接成功 手机配置完成后 编程器电源红灯慢闪 说明配网成功 第四步 上位机配置 打开上位机软件 勾选远程模式 输入编程器标签上的WiFi名称 点击启动远程服务器 选择您的PLC型号 创建虚拟串口 打开设备管理器 通讯成功 远程版含现场AP模式 编程器侧面按钮按1-2秒 指示灯变为敞亮状态 即为现场版AP模式 可参照开头现场版演示视频操作即可 创建虚拟优优优独播剧场